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西目遗留给教会的十万银两 方法和路德圣母大殿式养新建池堂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即一八九四年的四月十六日 在王永姑真女所献的十四亩土地上 奠基建汤于一八九七年 竣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即一八九八年的一月二日 由尼怀仁主教举行了开堂典礼 定于川 兰 凤 山县共义座堂 所以池堂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县共义座堂典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县共义座堂典礼 广州筹文字幕志愿者 杨县共义座堂典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县共义座堂典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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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